這是我們在讀的主題 營造班級放鬆講 然後我們的動機分成兩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班的人 大部分都把學習的重心 就是都在課內上面 然後就不太會去看課外的書籍 因為課內書籍就讀不完了 那這樣子的話會沒有辦法跟外界有連結 而且會變得越來越遲鈍 那第二點就是課的壓力非常繁重 我們要準備考試什麼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覺得壓力很大 那在壓力很大的情況下 其實會有很多心情不好 或者是沒有心情想要去做事 反正熱做熱擦這個狀況 那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小角落 是讓大家可以在班上就是感到放鬆 有更有動力去處理那些繁雜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計劃表 然後第一階段的話 我們是蒐集大家的那個意見 想要借請書 然後想要買什麼樣的零食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篩選一下之後去進行那個採脈以及借書 然後最後就是放置就是 佈置我們的那個放鬆腳的部分 然後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分成兩個最主要的是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多讀一點課外書 然後補充自己的知識 再來就是下課的時候 大家可以有個小角落可以看書 或吃零食放鬆一下自己 下課是我們放鬆腳內容的規劃 那主要是有三點 第一個就是圖書區的規劃 再來就是臨時區的規劃 然後最後是跟就是其他活動 像是圖書館或者是導師辦的活動 有沒有要做合作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問卷調查 然後再來就是問卷調查 這個是我們就是有做了一份問卷 然後看看同學有沒有想要閱讀的書籍 然後我們可以幫忙借閱這樣 那就是我們的照片的呈現 然後這是我們就是在再次的回訪 就是當時被我們訪問的同學 然後我們得到的訪問就是 基本上就是很正面 對比如說像J先生 他就是說放鬆腳的氣氛很好 下課時間能夠有放鬆腳休息 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 好然後這是我們這一組的新的感想 我們很高興就是能夠在這個課堂中 就是參與從發想到實做的這個過程 然後我們在這次的活動裡面 學習了就是從激發創意 然後到實際執行的這個過程 我們覺得其實是一種很特別的體驗 但是在就是這個類型的活動 其實是大家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去做這種活動 所以說我們有一些做的不是很好的地方 比如說在時間扣管方面跟我們的經流來源的部分 對所以說相信以後 假如我們就是再次的去實作去發想 我們可以就是透過這次的 有一些小小挫敗的經驗 然後去把那一個project就是做得更好 接下來是粉絲與檢討 然後第一個要檢討的部分是時間管理 就是因為實施的計畫跟很多班級事務跟報告卡在一起 所以沒有調配好實行的時間 然後只有做規劃 所以實際成果出來的時候已經拖了很久 那關於這個部分就是處理的方法 就是下次可以先寫好進度的規劃表 然後認真要那個計畫的去實行 然後才不會把真正要做的事情一直拖 然後經費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跟同學討論一下 什麼實用方法 然後我們可以利用週三下午的時間 跟大家一起做決策這樣 以上是我們的DMC計畫 謝謝大家